利用于散布以及木头 做成三角形造型的撞棚屋 打破有别于以往 规格化的欧式四角撞棚 首座台湾页者在撞棚里面 向顾客解说仿佛电影情节 吸引民众嗨照留念 会觉得说我们就像经理一样 在这个市集上面呢 就是办活动 然后带给人们很开心很疗愈 透过工作坊呢 我们跟我们在地的一些青年 然后还有像居民 然后一起沟通说 我们市集要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 那最后呢 我们决定用我们的木座的方式 打造我们这个 属于我们社区的一个帐篷 除了帐篷吸睛 中间手座区域内 也可以自己动手做文创 将花蕴或是树叶 放入空白手提袋表面 用榔头敲打 就成为独一无二的手做文创品 将那个叶枝或是花的枝 原来的颜色 渗到那个帆布里面 然后把它拿开之后 就有一个叶子的形状 我们要当它的刘海 要删一颗 带小朋友来这边 学习那个文创的感觉 中华和美的知名打卡点 卡里扇之树 这棵树上面插满彩色雨伞而闻名 旁边利用50多只彩色雨伞 打造的伞像也是著名景点 这次利用雨伞部 打造精灵小屋 再创话题 新航亚太电视叶席红 台湾彰化采访报导